很嚴重耶 怎麼會這樣 你給人家看肚子 你給人家看肚子 不然人家覺得我虐待你 肚子 肚子 前夫控小甜甜虐狗有病腰衣 胡思音檔加縫合引流鐵證曝光 我覺得就是當媽媽真的是 不要輕易的被擊敗 我相信當媽媽會有很多的各種壓力 可能來自於家庭 然後可能來自於你身邊的友人 小甜甜與前夫宋敬賢 三月前自離婚 近日雙方幾十互撕 小甜甜痛批男方把家人當作秀工具 上傳YouTube頻道盈利 宋敬賢 則反咬小甜甜虐狗 小甜甜對此怒提三大罪狀 一 指控對方造假 二 消費家人 三 讓家人生病 並曝光對話音檔 指控前夫工作忙就不幫忙照顧家人 完全丟給他一人處理 反正現在我遇到的情形呢 就是我明天凌晨就要去拍 但是現在保浦那邊我也沒辦法送 然後我朋友這邊也沒辦法帶 你身為XXX的爸爸 你可不可以帶他 我就有安排事情的啊 怎麼會XXX比其他事情重要 我都不懂欸 什麼意思啊 你都說你都協調好了 叫我不必不必空出時間了 那我當然就把我的行程 有安排其他安排的啊 那你有爸爸你有媽媽為什麼不能 他也是他的爺爺奶奶為什麼 他不能當他們的後援幫他呢 他們也有他們的事情要做啊 總不能邊工作邊帶他去 然後還蠻好看的 我總不能一直麻煩我身邊的人吧 每個人都會有突發的狀況 突發的情形 那現在沒有人可以照顧他 他唯一的還是要找爸爸 突然除非你不要 那你都不要嘛 你連XXXX都不要嘛 那你 這樣你就不用負責啦 好啦我最近就這樣XX給你 我沒有要啦 不是都讓給你 你怎麼了嗎 他也可以不要叫XXXX你喔 你要用這種方式來對待我的話 那說真的 就應該跟你信啊 他就不要信送啊 幹嘛跟你信送信 幹嘛不要信送信 為什麼什麼視覺配合 你可以就都不要 如果你有什麼都是以我來為主 我來處理的話 可以啊 你要幫他改姓 這點我沒話說 因為你有這個決定權 你要把他改成這樣 改成什麼成 就是都是你想要改就改 而小天天省氣氣的當貨線 在於前夫本來說 要帶家人吃母親節大餐 其料卻是參加野餐日活動 因此懷疑前夫說謊 家人回家還得了極性腸胃炎 對此宋敬賢乾哥駁去 拍照時間都是當天 宋敬賢從來沒有說謊 到現在也還沒有盈利好嗎 好吧 一輩子再幫你穿鞋子好不好 到你65歲的爸爸還是幫你穿鞋子 如果我還有健在的話 麻雀雖小雖小的還有何美 小天天不爽也參與也在場的何美 幫家人戴狗狗的眼鏡 希望何美不要玩弄家人 何美表示自己跟宋敬賢不認識 宋先生抱家人來 但我沒跟他家人有接觸 現場也沒看到有狗啊 小天天再度回應 影片中的你笑得還算燦爛吧 不太像完全沒有見過不認識啊 我只想呼籲注意孩子的感受 和孩子玩閒消毒雙手 但是我覺得真的不要說我小 因為你就是那個獨與無惡的媽媽 她是你的小孩 你自己最知道怎麼樣當對的媽媽 對於給家人戴狗的眼鏡 宋敬賢說 不知道有何不妥呢 是不是前妻其實不喜歡狗 還是對狗有偏見咧 狗狗幾乎365天都關在家裡 從沒有看過她帶狗出去散步晃晃 若有何美幫家人戴眼鏡的影片 我覺得可以拿出來 無中生有抹黑造謠 這部分前妻真的挺瘦嫩生巧啊 很嚴重耶 怎麼會這樣 宋敬賢也指控5月1號 小甜甜傳來求救訊息 她身上打劫 我看到卡一塊黑色 幫她剪就整個裂開 喉嚨到肚子流了非常多血 宋敬賢要她趕快帶狗狗取醫院 但小甜甜稱照顧家人沒空 加上勞動節手衣沒開 宋敬賢心疼當我整夜沒就醫 只用尿布直血 認為小甜甜有虐狗嫌疑 又病真的要醫了 對此小甜甜再拿出影片反擊 想出道想哄 都不應該用不對或說謊的方式 虐狗如你控訴的傷口 劍骨那麼可怕 兩三天就能奇蹟般的活蹦亂跳 靠一句你發很愛發光嘴 還說的一句話 這不是神經什麼是神經啊 然而爆料公社 流出黨歐的就醫收據 除了時間點吻合 也顯示狗狗進行了輕創手術 縫合及引流處置 總而言之雙方還是各說各話